在大爱台工作的媒体人 发挥最大的良能 把灾难现场的讯息传递出来 打开世界的另扇窗 一般商业电视台 谈到客观中意的是快狠嘴 完全不考虑当事者的处境跟感受 大爱新闻里面的处理 就是相当谨慎 他会希望从这个事情的面向 讲到怎么样去改变这种面向 不要再让遗憾发生 写写年代 忏悔时刻 需要大家一起来